雪龙48个地点将从7月3号零时起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直到7月16号 不少人今天摸黑出门赶在封锁前夕采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受访的民众普遍认为政府必须严厉执法回到最初行动管制令的封锁行动 才能有效遏制人群流动阻断疫情蔓延 雪龙多地加强行动管制令倒数计时 民众大清早就外出采购必需品 有的甚至加快处理私人事务 可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妈 baru来到医院了 她有很多要查询 要做 所以 太尽快了 所以 终于终于这一天 如果可以 但所有训练都已经充满 所以 可能接到BKPD 虽然说饮食业是关键领域不受禁足令的影响 无奈新冠病毒无处不在 上门消费的时刻少 生意一落千丈 眼见单日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受访的民众普遍认为 政府应该铁下心重启行管令1.0 严格落实管制措施 才是最有效的抗议方案 去年同一时间 国内单日新增病例才各位数 想要重回昔日光景 还得靠全民齐心抗议 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才能够事半功倍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